哈囉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在iPhone 12 Pro系列上面 使用3D掃描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這次12 Pro系列加入一個LIDAR 那它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就是在拍照的時候可以偵測物體的距離 讓你對焦更快速更精準 那它測量距離的方式 就是它會從LIDAR射出紅外光 然後回傳之後它就知道這個物體的距離 也就是說這個LIDAR同時是可以做一個3D掃描的功能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要怎麼使用這個3D掃描的功能 首先我們要來下載一個第三方的App 其實這種3D掃描的App還蠻多種的 你可以自己去下載不同的來玩玩看 不過我今天就是使用這個3D Scanner App 所以先打開你的App Store 然後搜尋3D Scanner App 就是這個它是有一個房子 然後有一個紅色的色線射過去的一個圖片 然後把它下載完之後呢打開它 那打開呢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它目前這個App是只有英文版還沒有中文版的 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這邊呢 你就可以選你想要低解析度 還是高解析度的設定 那在低解析度這個模式下呢 右上角有一個眼睛的圖樣 它的意思就是說你在掃描的時候 它會顯示不一樣的隔線指示 例如說我們現在設定到這個Visual Grid 然後它在掃的時候就會出現方格直線 那你就會很好的判斷哪一邊是直角的牆壁 或者是哪一邊要凸起物之類的 那它是以紅色的直線跟藍色的背景做指示 然後另外一種模式呢就是這個Wireframe 那這個Wireframe模式它是比剛才那個Grid 還要再精密一點啊 就是如果你是要掃比較細的東西的話 肯定用這個Wireframe會比較好 如果你今天掃的是建築物或是比較大的物件的話 可能用Grid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用低掃描的模式下掃完之後 你不是很滿意的話 你還可以進到就是結果這邊 然後按一下More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Refine Scan 它就可以再記錄更精細的細節進去 那再來呢進到這個 High Resolution高解析度這邊啊 它裡面有四個選項 那第一個這個Confidence的選項 這個階梯的選項它的意思說 你要抓取多大的資料量 如果你設越高的話 它會抓取越詳細 然後越大的資料細節 那第二個這個Range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掃描的物體是在多遠的地方 譬如說你今天掃的是很遠的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它調到最遠 那它最遠就是5公尺嘛 然後這邊跳出一個警示就是說 如果你把你的物體距離 設在5公尺的話 你的這個 你後面這個解析度的選項就不能那麼低 所以這都是有關聯的啦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5公尺的選項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拍很近的東西的話 你就把這個Range 設到比較近的地方 例如說你只是要拍桌面的一個東西的話 可能就是設在0.3公尺這樣子 那第三個選項這個東西 就是讓你設定說 你今天拍的這個物體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如果你是要掃描環境的話 可能就是設在None這邊 那如果今天是要拍一個物體啊 或是寵物的話 可能就是設在Object 然後你今天要拍人的話就是設在Person 那他設定完之後呢 他就會把不重要的東西把它過濾掉 例如說你今天是設在Object這邊的話 你可能今天掃一個物品啊 它的背景這邊就不會一起掃進去了 如果你今天是掃人的話 它的背景也會自動被過濾掉 那後面這個第四個選項呢 就是你的解析度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掃一個很巨大的物體的話 你解析度是不可能調到這麼小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存那麼大的檔案 所以你勢必是要把它調到最高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掃一個很小的東西 例如說這個貝殼的話 它可能就是可以設到最低的這個5mm 那越低的話解析度會越好 然後記錄的資料量會越多 所以越低是越好的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要掃很大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這麼低這樣子 它也會跳出警告來提醒你 那我剛才可能其實已經有嘗試過 要拍攝我家的貓 但是就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貓它其實是很敏感的動物 它會一直轉頭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拍寵物的話 我會建議是在它要睡覺 或者是它沒有在動的時候 幫它做這個掃描 最後我就抓到它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幫它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掃描 這是我拍的最成功的一張喔 其他張就是頭整個就糊掉這樣子 因為我掃到它背後的時候 它就會轉頭看我在幹嘛 我是說它其實真的掃得還滿不錯的 擬真度大概有60分以上吧 雖然說長得還不是很像 但是看得出來是它啦 而且我其實對它的那個毛皮的擬真程度 是還滿驚訝的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這麼細 已經是非常驚人的程度了 然後我們家的貓的耳朵其實是尖的 但是掃出來是變成圓的 就是可能還沒有辦法 掃到那麼細的一個尖點吧 那你看背面這邊 然後這邊因為它是牆壁 所以我沒有辦法掃到 不過總體而言它已經是一個 大概完成度90%的掃描了 然後拍攝寵物還有一個要點 就是它的頭要盡量快速的掃過 可能一開始掃或者是最後掃 不要重複的去拍它的頭 因為它頭一定會一直動 所以它的頭如果一直都有入鏡的話 很容易糊掉 所以最好是頭可以快速的掃過 然後剩下的身體的部分 可以慢慢掃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訣竅 就是你在掃寵物的時候 因為你的視野是會比它高的 那你的相機就是要擺到 跟它盡量平行的位置 例如說今天貓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要跟它是一個平行的狀態 因為很容易我們的視角 會變成從上往下拍 那這樣子掃出來就會變得很奇怪 因為它下面就是底部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拍到 所以在掃任何物體的時候 就盡量都跟它垂直這樣子 然後掃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裡面 它有哪一些選項 因為它裡面其實可以看到蠻多東西 因為像你今天如果是做室內設計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看到一些 就是格局或者是線條之類的 而不是完全都是在看色彩這樣子 首先它掃完之後 它就會進到這個檔案 它上面就會有很多這個方塊的選項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材質 或者是不同顯示的方式 像是第一個 第一個顯示出來 它就變成完全是 只有它凸起的部分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比較詳細的 它是怎麼掃出這個物體的 它一塊一塊的就是用不同的相片平成的 所以其實它 真正有立體的部分 就只有方塊組成而已 然後這邊第二個選項點進來 它是用不同的顏色去區分 大家不同的面向 譬如說它今天是靠右邊的話 它就會以紅色做顯示 然後如果是它是一個物體的上方的話 它就是用藍色做顯示 它應該是對立體 再用顏色去做區分 會讓人比較好分辨 它是上下左右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個就是原本的圖樣 就是它原本的顏色 跟原本的材質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 它是用網格的方式 然後可以透視看到 它不同面向的形狀這樣子 這還蠻酷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比較小的凸起 因為像前面這兩個可能是比較 我覺得它的材質是比較粗的啦 前面這兩個 然後第四個它是比較細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它會加入一個方框 那你去比較好看得出來說 它現在哪一面是上方 然後它的大小是多大 它下面就有顯示說 它的寬是30公分 然後長是31公分這樣子 這個方框是一個比例尺 那你也可以在其他模式下 把這個方框叫出來 就可以比較好看得出來說 這個物體的大小是多大 然後這邊右上角還有一個AR的標示 我們點進去看看 那這個AR進去之後 你對準一個平面之後 它就會把這隻貓 又重新放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物件的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用3D觀賞的方式 去看這個物品這樣子 然後下面也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是more 那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更細的一些選項 像你的網是要用比較柔順的 比較順的這個網 還是要比較簡單的網 或者是你可以對這個 掃描做出一些編輯 我們點進去看看 喔 好酷喔 那這邊編輯的部分 你就可以點這個Actions 然後這邊就可以去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裁切 或者是移動上下位置這樣子 然後右邊這個Transform 就是說 你可以去調整它在這個 XYZ空間裡面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往右調 旋轉什麼的 然後在more裡面 還有就是其他 像是你要改變它的封面 或者是你要刪除這個掃描都可以 那這個Colorize 應該是說 你想要對這個顏色 做出一些改變的話 做一個重新的掃描 可能就是在不同燈光下 再對這個物品 去做一個重新的掃描這樣子 那這個第三個Masher就是 你可以對這個物品 去做一些測量 像是點對點的測量 這應該會還滿方便的 像是如果你今天是做室內設計的話 你就可以去測量這個 掃描完的物件 它的長度是多長啊 或者是它的寬度是多寬這樣子 像我現在呢 我想要測量這隻貓的寬度的話 我就是點這邊 然後去做 然後移到這邊 它的屁股這邊 它這樣子測量完之後呢 這隻貓這樣子的寬度是31公分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取消的話 就是Clear All 它就會把剛才測量過的 那個東西也弄掉這樣子 那Share裡面呢 它就可以把這個3D物件呢 以不同的形式分享出去 真的還滿方便的喔 你可以甚至用這個iMessage 把這個形狀把它分享給別人 那這個掃描呢 其實現在應用是還滿低的 但是我覺得未來這個部分 應該會是一個商機 因為現在不是也有一些人 會去做3D掃描嗎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掃描完之後把它列印出來 也許可以做成一個模型啊 或者是做成一個抱枕之類的 我覺得會是一個 很好的生日禮物的idea 我覺得也許這也會是一個 很好記錄小孩子身高的方式 就是現在呢 你就去掃描你的小孩 例如說他現在只有一個月大 那他可能只有幾公分長而已 那如果你今天小孩 每天都在長長的話 你用這個3D掃描的方式 把它的身高記錄下來 也會是一個滿有意思的方式啦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這個3D掃描 記錄一下自己的體態也不錯 好那我們今天3D掃描 簡易的介紹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得很開心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如果你未來還想看到 更多相關的影片啊 或者是iPhone的教學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要幫我按讚 還有開啟通知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未來的影片喔 另外這樣還不夠的話 也歡迎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的帳號是AppleMate123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